小市民的痛苦店价调涨 在高雄市也出现了这一幕 应该算是消费的奇观 这家开了17年的老字号咖啡馆的 hold不住 不过他们要调涨的不是咖啡的价钱 而是所谓的插头费 店内贴出了公告 每个人都有单一插头 不限时间 但是只要插店呢 就要收20元 这点到底合不合理 消保官说 只要事前告诉消费者 就算是合理 但是国务税局说 别忘了20块也要开发票 否则就涉及逃漏税 插店的话有加收20元的费用 带着笔电来到咖啡馆 人都还没做定位 店家马上告知 在这里插店 可是要加收20块的插头费 为什么 因为电费涨价 电费涨价 对对对 然后我们没有留学 店家坦言是因为店家调涨 实在hold不住才要收费 高雄市这间开了17年的 老字号咖啡店张贴公告 从5月1号起不免费提供插头 每人单一插座电器使用 请付费20元 结账清单上 除了店内低销100块 只要插店 就会有个店 加收20块的插头费 无线网路 我们要消费的 插座不用了 一样是咖啡店 连锁咖啡馆 每个座位底下都有插头 无论是沙发区 或是墙边 甚至椅子底下 插头几乎全被插满 这里插了MP3 iPad 另一个插了手机跟行动电源 上班族也自备延长线 把插头全插满 免费插头真的很夯 连锁咖啡店 插头免费WiFi收费 但民众大多有行动网卡 所以WiFi影响不大 倒是传统咖啡馆 加收20块的插头费 却没有开立发票 国税局认为涉及桃楼税 既然我已经明确告知 你也愿意使用 那大家的买卖已经成立 我就应该规定 开立同意发票 受到店价上涨冲击 店家破天荒收取插头费 虽然使用者付费合理 但插一次店就要收20块 还是要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追选零件 黄佩如高雄报道